有不一样的反射率 你也可以调出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那这个部分当然颜色也可以去修改 甚至这个什么叫做照波 这个可能就自己再去了解一下 它外面那个毛玻璃的那个色泽 可以再去做调整 OK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顺便讲一下 补充一下有关上材质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第二十题 那里面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二十题这一个部分 这一题部分 它有相关的尺寸给我们 首先的话 这个球的半径多少 这个球的半径 它给我们的数据是 有十颗球堆在上面 然后呢 每一颗球的半径为R多少 十嘛 直径是二十 那再来的话呢 这要堆在一起 你想说哇 球怎么堆在一起 这第一个难题 那第二个是说外面的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呢 它的这个之间的宽度多少 五吗 然后要必须要切 然后这个高度多少 高度为十 所以你要做出这样的效果出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还有点点难度 首先的话 我们画球 利用这个地方 实体编辑 然后这个首先的话呢 十Enter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刚好一排 那怎么做呢 可以用复制的 选它 空白键 然后呢 从中心点 往这个方向 零度方向 输入多少 二十 有没有 间隔嘛 然后下一颗应该多少 四十 Enter 这样比较有两颗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排 另外这边怎么办 其实也一样 复制一下 比较好 你用 你先点 复制 然后把这三颗球 空白键 选取 对不对 接下来呢 从这个中心点 往哪个方向 特别是哦 是这个方向吗 不是哦 因为它是 它们球一定是几度 六十度 对不对 它跟它的下一颗 一定是六十度 所以请你给六十度 那如果六十度 没出现的话 请你在极座标上 按右键 显示出三十度 三十度就可以 点一下之后的话呢 不要给九十度哦 直接出现六十度的地方 然后再给距离多少 因为它们会相切嘛 也是二十嘛 对不对 因为只要是相切的 它到任一点 有没有 边边的任一点 一定都是十嘛 那另外一个也是十 所以加点一定是二十 这样才会相切嘛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那是多少 一定就四十嘛 对不对 四十 Enter 好 按跳开 Escape跳开 那有没有多 有多 这三颗 就怎么样呢 把它delete掉 哎 底下的部分 就做出来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有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 外框 怎么做 第二个难题 怎么把这四颗 再让它叠上去 而且叠上去 它刚好 你不要乱叠哦 你不能 说随便叠上去 看起来好像有 有那个 就有样子就出了 当然实在是不行的话 你要交件的时候 还是 但是 有没有精确一点 刚好放上去 可以 就是叠在上面 叠得漂漂亮亮的 好 要怎么做 所以等一下 会有两个难题 要解决 外面的这个 怎么做 第二个 叠上去 要怎么叠 好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